老魔赵丽颖在拍完之风后宣布停工,但姐不在江湖,江湖始终有点的传说,这个停工原因,引起很多人猜来猜去。 最近,被主委一口咬定,赵丽颖怀孕了,主老师在朋友圈付诗一首,主老师写诗,娱乐圈必有大事发生哈哈哈哈,依照主委这意思,赵丽颖之所以不敢承认怀孕,是因为明星们向来有怀孕不足,三个月不能说的惯例。 的确,赵丽颖的闺蜜谢娜,光是一次怀孕,就一次了好几年,到最后,真的怀孕,也打死不承认,不过不着急,怀孕不像出轨,真像迟早会浮出水面。 独自客是藏不住呆,主委这边一出尸,赵丽颖就来打脸了,晒出自己和狗狗的劈腿罩,狗狗这差势逼下去了。 但赵丽颖,顶多叫迈开腿,冲着张图来看,赵丽颖依然瘦弱,目凑八十斤,也有福尔摩斯网友指出,照片上的赵丽颖,一,窗后底鞋不是高跟鞋,跟平底鞋没什么区别。 二,排的是背影不是正面,从这个角度看,根本看不到肚子,退一万步说,即使真的是怀孕,不足三个月,看正面也看不出各东西。 至于厚底鞋,这不是赵丽颖此生的最爱吗?赵丽颖的鞋柜,不知道塞了多少这种丑丑的傻傻的土土的厚底鞋,虽然他们也贵贵的,厚底鞋真是矮子乐啊。 我发现,娱乐圈单法身高不足,一百六十厘米的矮次明星,几乎人手一双,赵丽颖是代言人,邓子齐就是后底鞋扛靶子,张慧,妹的话,大概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了。 当然了,赵丽颖选择后底鞋是有原因的,她的脚太迷你了,传说只有三十四码,而高跟鞋,基本最小码就是三十五码。 况且以赵丽颖的身份,应该都穿欧美大牌,要脚出一双三十四码的大牌高跟鞋,只能资人定制了。 看吧,穿高跟鞋的赵丽颖,几乎没有过一双合脚的。 光看着都觉得累,像偷穿妈妈鞋子的小女孩,但不穿高跟鞋吧,又不正是漂亮,又太爱撑不起衣服。 好,后底鞋案子破了,但赵丽颖这身类似蛋糕裙,M太恐怖了,倒是跟后底鞋的风格挺搭,都瞅一块去了。 再回来一下,话说赵丽颖的衣品,不是曾经峰回路转,一夜提升了好几个level吗? 现在这身少女心悲扬的连衣群一穿,立马回到解放前,所以是,人衣停工,衣品也跟着停工了吗?